这个大学生睡猪圈捡垃圾 拉着一个神情呆滞的妇女去上大学 15年过去了 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她叫刘秀祥 现在是贵州一所中学的校长 1988年出生贵州一个极其贫困的农户 4岁丧父 5岁时姐姐离家出走 母亲寻找未过一并不起 11岁那年 哥哥把家里唯一一头更牛卖掉之后 也选择了离开 从此要无音讯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母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丧失了自理能力 为了给母亲治病 11岁的她开始捡废品 跟着邻居种地 同学们都不愿意跟她玩 还给她起名叫小疯子 甚至拿牛粪和石头砸向她 她可能不是不大愿意跟我玩 因为我母亲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比如说你放学你要回到家了 人家就会用一些小食指扔下我 或是有一些叫牛粪 还会扔下我 她孤立无援 只能一个人抵抗所有的冷漠 就在这时 一个小学老师给她垫付了学费 还说了一句改变她一生的话 读书是可以给自己一个更好的未来的 这句话就像以树光拯救了她 最终她不负众望 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 考入了县城最好的中学 可问题来了 一个没有收入来源的农村孩子 一个连穿衣吃饭都不会的疯娘 要如何在城里生存 村里的邻居让她不要读书了 在家中中田得了 他们都给我断定说 我可能带我母亲进城 大概一个星期就得回来 那应宁 12岁的她力排中医 决定带上母亲去县里上中学 离开前 刘秀祥跪在父亲坟前立下了誓言 我发下誓言当时我讲了三句话 我说爸我带着妈妈出去了 我要把妈妈的病给治好 我一定要给妈妈一个温暖的家 如果我出去我混不成个人样 我绝不回来 定着乡亲们的质疑 母子俩徒步五个小时终于抵达现场 因为租不起房子 她就在学校旁的山坡上 用稻草搭了一个棚子 草地上挖一个坑架上铁锅就是厨房 没有菜吃 放学后她就偷偷跑到菜市场 捡一些别人不要的菜叶子 初中三年她靠着减肺瓶打零工 一周赚二十多元 艰难维持着和母亲的生活 苦苦熬了三年后 她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 为了攒够学费 初三暑假 她去了工地上台钢筋埋名 台钢筋就夏天特别热 然后就是那肩膀它都会磨破皮 然后那个一出汗 就特别特别的痛 就那个汗流在那个伤口上 白班十个小时 晚班八个小时 她不要命一样拼命赚钱 因为睡眠不够 还从一百多米高的楼顶摔下来过 一上去就打瞌睡 那上去就很累 一下子就摘下来 从多少米啊 就应该有一百多米高 一百米 但好在哪里 就是她有安全网 安全网非常非常结实 她笑谈过去 正是那个拼了命的暑假 为她换取了高中的入场券 可高中学业繁重 她没钱租房照顾母亲 不得已她在学校旁边 租了一间废弃的猪圈 就一个老爷子 然后她年龄大了 她原来就是 她养生口的有一间 但后来她不养 那个里边是什么样子的 就她四周是通风的 我们就用那个鞭子袋 然后就剪了之后 然后就把上边这一圈 然后就把它围起了 冬天得多乐 你习惯了吧 2006年春节 看到邻居们都在置办年货 刘秀祥也想着 给妈妈改善下生活 当然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买几心猪肉 大年三十夜的晚上 然后给妈妈吃上一顿 但当时没有钱 只是她想起了 老家族出去的地 一年400的租金她还没去收 从县城到家200多公里 她没钱买车票 就问同学借了一辆自行车 山路崎岖难行 考虑到母亲一个人 窝居在县里等着 她一着急发生了车祸 双腿不能动弹 那天是除夕前一天 好在老天右眼 休息了一天一夜后 她重新上路 等她取完钱回到县里时 已经是大年初二的早上 也就意味着 在她离开家的这些天当中 妈妈是没有任何东西吃的 在工地上受欺负 在学校被嘲笑 在村里被议论 她从来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可以想到母亲 跟着自己饿肚子 她哽咽了 曾经的那种誓言就是 说一定把她病的自豪 给她温暖的家 但是我连着她这种 最基本的生活暴躁的能力 可添不遂人渊 因为长期透支身体劳作 外加严重营养不良 高考期间她病倒在考场上 最终以六分之差一汗落榜 她心如死灰 一度产生了想要轻生的想法 所有人失败了 所有人落法都可以原谅 都可以谅解 唯独我不可以 绝望之时 她看到日记里的一句话 2002年5月19日星期天 当你抱怨你没有携穿的时候 你回头一看 发现别人竟然没有脚 她重新振作 联系了多所学校想要复读 结果均被拒绝 为此她三番五次去找校长 甚至跪倒在对方面前 求校长能给她一次复读的机会 那一柜是你最后的希望 对 当时就是没有这个动作 或者有了这个动作 没有接收的话 可能就真的就离开了 但是也许就带着一种仇恨 什么仇恨呢 就觉得这个世界很冰冷 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 就是很温暖 最终校长被她的决心打动 同意她复读 班主任了解了她的情况后 更是发动了全校师生捐款 正是有了这笔钱 她终于可以专心学习 不用为生计奔波 2008年 她排除万难 考入了山东名医师范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她抱着母亲好淘大哭 似乎要将所有的苦难都发泄出去 同年九月 她带着母亲北上求学 也就是这一年 她的故事被媒体发现 社会各界的好心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可她一一回绝 她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熬过去了 上了大学 她有能力掩活母亲和自己 一个人的困难和挫折 并不是你向他人或者社会 刷取的一个资本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 活得不应该活得让人同情 让人可怜 应该是活得让人可亲 可配 可敬 大学四年 她利用所有的课余时间 做着各种兼职 赚的钱一部分用于母亲的治疗 剩下的全部寄回老家 资助减肥品是认识的 三个弟弟妹妹上学 大学疑惑而过 毕业后 很多大公司向她泡来了橄榄枝 北京有一家企业 甚至给她开出了55万的年薪 非常高 当年对我来说 别说当年了 这有巨大的诱惑 本以为这位少年苦尽甘来 即将迎来到好前程 结果她却拒绝了这份邀请 她不想靠贩卖苦难来博取同情 如果我要去你的企业的话 我要去应聘 如果应聘 我能够真正应聘上 那我就去这地方工作 后来她通过自己的努力 进入了一家保险公司 月薪过万 泡薄数十载 她终于和母亲过上了稳定的生活 然而一个电话 很快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 电话里 她自助的一个女孩哭着说要辍学打工 她很诧异 明明自己刚寄了学费 于是当天她就回到贵州老家 连续往返七八次后 她好恨 恨老一代跟身体过得偏见 认为读书无用 男孩应该早早打工 女孩应该早早嫁人 想起当年跟她一起捡妃品的孩子们 她的心就好痛 她走出来了 可他们还深险泥潭 于是她义无反顾地辞去了高薪工作 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那个拼尽全力走出大山的少年 就这样带着收获和使命 又回到大山深处 学校里她主动接管了最差的一个班级 入学考试七百 班里最高分二百五十八分 最低分一百零五分 为了帮孩子们找到方向 一到周末她就分批四把孩子们喊到家里 亲自下厨给他们做饭吃 一是改善生活 二是让他们感受到这种家的温暖 因为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三年时间 像亲人一样陪伴和鼓励 她终于让这个插班华丽转身 47名同学全部考上了本科 最高的那个二百五十八分 那个后来她高考考了五百八十六分 最低的那个同学 她也考上了本科大学 为了影响更多的人 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过去的她 一遍遍揭开伤疤 把自己的故事作为素材 到大山里的多个学校开展演讲 反观现在大多以感恩为主题的演讲 通过各种手段让孩子内疚痛苦 让他们感觉对不起父母 可痛哭流涕后 没几天又恢复鸳鸯 刘秀祥不想这样 你的不同学生 对我自越讲他越有力量 就是那种让学生发着内心的自信 因为我们曾经一样 对 她甚至不需要多说什么 她站在那里就是力量的化身 从前她演讲从不收费 现在她转变了想法 每演讲一次的收入 可以资助两个贫困学生 做老师这么多年 她每个月都会把一半多的工资 拿出来资助贫困学生 几年下来 她陆续帮助了四千多名孩子重返校园 碰到不支持孩子念书的家庭 她就骑上摩托去学生家里 有时还带上电脑 把自己读书改变命运的食品 一遍遍放给家长看 支教的几年里过摩托车 她就跑坏了整整八了 在她的努力下 这所大山深处的中学本科录取 从8.9%一路飙升到63.4% 2018年 年仅30岁的刘秀祥因为工作出色 被任命为望摩县高级中学副校长 她结了婚 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妻子也是一名教师 因为经常接级学生 他们一家至今仍住在学校的教师公寓楼里 这么多年过去了 刘秀祥从未忘记12岁时 在父亲坟前立下的誓言 从老家的小木屋 到山坡上的稻草棚 到学校附近的猪圈 再到如今干净明亮的教师公寓 她不离不弃 一直用心地照顾着妈妈 给了妈妈一个温暖的家 而她自己也完成了人生的蜕变 天亮前是最黑暗的时候 其实过了那一秒 下一刻就是你会看到迷迷的曙光 那些还在黑暗中前行的孩子们 你们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你们欲于群峰之颠覆 是平庸的沟壑 你们生来就是人节而非草节 你们站在为人之间 秒是卑微的懦夫 你们是抵御寒冷的烈焰 是破晓十分的光线 你们生来就是英雄 不是一片容易腐烂的草野 希望大家把之前 悲母上大学的我忘掉 我现在就是大山深处的 一名普通教师而已 我会一如既往地走下去 跟广大乡村教师一起奋斗 谢谢大家